然后我就说 某某老板 你不是要拍广告吗 那你给我看一下脚本好不好 他说再说再说 我一听再说完蛋了 可能被我男朋友猜中了 真的是有问题 后来他就从桌子底下 就拿了一包 这么大一包的牛皮纸袋 那时候没有千元都是百元 这么大一包 就我们两个做过来讲 错错错我的腿 就错我的腿 我说干嘛 我一看 他说这个见面你 就放在我腿上 这见面你 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你想要什么 你去买 你自己去买 我当时就跟他翻脸 我说老板 我是来拍广告 跟你谈拍广告 你如果不拍 对不起 我就走了 我从桌子底下 把那包钱往桌上一放 所有人的目光全部 其中到我前面 你想这个侯丽芳怎么会变魔术 桌子底下来 放上来一大包 什么东西 拿他的皮包我就出去了 我喜欢你的皮包 你帮你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 近期的这个演艺的这个工作的上面的规划 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50岁的时候就准备退休了 因为我觉得孩子都大了 那反正 人家说钱没有够的时候 但是我跟我先生觉得 我们生活已经不用担忧了 那小孩子我们也都已经 有部分都给他们了 让他们做开创事业的一个资本 所以我觉得我们够用了 我不用再辛苦的赚 然后我先生也退休 大概前几年正式把公司卖掉 那因为我是金牛座 其实我很爱赚钱 那我也很会少钱 我会钱都花在刀口上 不会理财 我以前只是存 后来因为我先生做生意 我就渐渐懂得 钱放在那边是死钱 要钱滚钱 那更快 所以在我的名下 我先生买房子全部都放在我的名下 因为我先生大了六岁 我五十岁就要退休 他五十六岁的时候 那时候他还没退休 他到六十几岁才退休的 那时候我们准备退休 但是我从结婚一直到后来民国一百年 我把最后一栋房子卖掉 我这样从我是六十九年结婚的 到一百年 我的数字很长 能够三十多年 我结婚三十九年了 我跟我先生七年认识才结婚 所以我们两个已经认识 在认识四十六年 以前前六年我们没有住在一起 不像现在年轻人 那真的就是交往 前七年 后来我们结婚 到现在我们已经认识了四十六年 所以他只要一抬腿 我就知道他干嘛 他只要一 我们两个可能都会一口同声说同样的句话 对 所以呢 我结婚以后 我先生只要是买房子都放在我们一下 他说他比我大 他会早走 我说不要 你要比我晚 你要送我 那我先生真的很好 所以人家说 昨天我的制作人陈云天还说 你永远长得大 因为我们要规划双十节 在总统府前 在国富纪念馆前面 特别指前面的一个公开的表演 陈云天陈云天 昨天在我们家开会 他还说 猴力房你永远长得大 你永远都是那个年轻的猴力房 他说说实在 你没有年轻过 我现在回头看 我七十一年 我三十一岁的时候主持的节目 他赖给我 我穿着旗袍 只是身材稍微发福一点 其他都没变 陈子多说 猴力房 你没有年轻过 但是 你现在 虽然已经六十九岁了 可是 你也没老过 我跟 张莱妈 是童年的 我以前一直喊他 大姐大姐 因为他不染头发 他头发都白的 后来有一天我们同台表演 我就问他 叫来骂 你几岁啊 他说我属兔的四十年 你跟我一样啊 所以多年来都没有发现这样子 没有发现 所以我每次走到路上 我到荣总去检查身体啊 去看病啊 一路上的人都跟我点头 都跟我打招呼 我本来第一个跟我打招呼的时候 我以为是我的朋友 我说 哎哟 我没有认出了他 来不好意思 后来我发觉 大家都对我笑 有的人不好意思 就在家里 有的人就过来说 我可以给你拍个照吗 好 我就跟他拍照 我觉得 我现在的生活就是很惬意 自己过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什么都不怕 我什么都敢说 因为我不靠你们绿营政府 我不用再赚钱 我可以过得很快乐的生活 立方姐平常都是在做什么样子的活动啊 你现在有听到一点声音 唱歌的声音 不好意思 我们今天约房的地点蛮特别的 耶 是法王卡拉OK 哈哈哈哈 因为礼拜二跟礼拜天 是我固定唱卡拉OK的日子 那我为什么唱 我以前都是主持节目 我不会唱歌 那虽然我出了一张唱片 但是我那个唱片是在录音室 就像这样的录音室里面 把它录起来 然后录音师在调 看哪一句不好剪接 第一段不好 用第二段的再剪到第一段 所以我不会现场唱歌 我一直不认为我会唱歌 是因为我大哥在民国95年 突然心肌梗塞促死 倒地三分钟就走了 所以我很难过 然后我们大家都去检查 就知道我们家都有坏的 胆不存高的问题 我就在家里哭 哭了几个月不出门 要录影我就出去录 一回到家我再哭 而且我妈妈已经那时候失智 然后我妈都是我跟我先生 还有外劳 我们三个人在照顾 另外还要照顾我婆婆 所以我们两个人是肩膀的担子很重 金钱是不愁 我妈说我肩膀上有颗痣 我说有痣什么意思 我妈说有痣就表示你的负担重 不是我家老妖 但是照顾爸妈都是我一肩康 我这辈子活到63岁的时候 我妈妈走 民国73年 我爸爸77岁就走了 我妈妈93岁走的 我只有两年来台北读书 没有跟我爸妈住在一起 其他时间我都跟我爸妈在一起 住在一起 我结婚我爸妈也在我旁边住 我答应我妈妈 我住在哪里 我就给她买一栋房子在我隔壁 我说精神的压力太大 金钱的压力我们不怕 我们可以去赚 那到50多岁 我觉得我可以快乐地过生 我就跟我老公讲 我要唱歌 那时候我哥哥突然猝死 我没办法承受 我的朋友说 你不出来 你不走出来 你会得忧郁症 我说开玩笑 我就那么三首歌打天象 以前作秀就那三首歌 我说我去唱 我又没有唱过现场 我去唱人家 一定会说 活力方歌怎么那么难听 结果 他说没关系 那一家人很少 我就在那一家唱了四年 我才知道我可以唱 我现在甚至于 Winnie Houston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都可以唱 加两个key就可以 而且大家说 我唱得还蛮好 我唱卡拉OK 另外一方面也为了 我要去应演 因为现在不主持 我只是在舞台上唱两首歌 所以我在这边等于是在练歌 所以今天跟你们约 在这个小房间 听到外面还在唱歌 但是我很开心跟大家聊聊 有这个机会真的很高兴 一般姐我相信 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好奇说 你怎么样子保养的啊 怎么保养啊 对啊完全就是 我好热我现在满头汗 就是出门打扮都非常的亮丽才出门 这样的人 对 我觉得 我有社会责任 我出门的话 一种敬业嘛 对 敬业精神 我有社会责任嘛 我讲 这就是敬业 我不要让人家看到 因为以前我在路上看到 某一个资深的艺人或者演员 就觉得他们现在看起来 哎呦 怎么这么可怜啊 怎么看起来好像 好像很落魄 你还认得出来是谁 认得出来 我就觉得好难过 所以我就 我金融座的人也很暧昧 就还讲究美食 自己也很暧昧 我老公都知道 我隔离多久 经过服饰店 我就进去看一看 有没有什么漂亮的衣服 有了我就买 那我老公也都随便我 所以我很爱打扮自己 我年轻的时候就爱打扮 因为我很年轻的时候 做都是社交节目 永远我老公逼着我穿西装套装 就是记者报新闻的那个西装套装 看起来就很老气 我又长了一张老泪蛋的脸 所以我演妈祖的时候 我38岁 民国78年 我们是第一个到大陆 媚洲岛去出外景的 六四天安门世界 七月六月份 我们七月份就去拍了 我们是第一个到大陆拍外景的电视剧 我演妈祖一眼演了六一眼 我问制作人他说你形象好 我说我不会讲台语 我找人帮你配音 我说我姓天主教 没关系 宗教到某一个境界都是相通的 我说可是我脸好大 他说没关系 妈祖就是要扶扶太太 所以我38岁的时候 到媚洲岛去拍戏 媚洲岛的人说 你有38 乱讲你骗我们 你大概25 6岁吧 我说我真的38 我要不要拿那个台包证给你看 他们都不相信 我现在六十几岁 我到大陆去玩 一进门 他说你不可以买办票 那导游都知道我一定会被拦 他说你去补票 我说我超过六十 他们很多地方都是六十岁 就不用买票或者买办票 导游都会第一个先进去 把我的那个台包证先拿出来 把我的那个passport拿出来 那个守门的 拿验票的人 一问他 在这里在这里 他的年纪在这里 我是1951年生的 民国四十年的 所以谁问我什么年纪 我都很骄傲地跟人家讲 我从来不隐瞒 从年轻就不隐瞒我的年纪 所以我演妈祖的时候 我才38岁 可是一装扮起来 人家以为我五十几岁 那现在真的到了五十几岁的时候呢 人家说你怎么都没变 我就是一个老雷蛋的脸啊 那以前穿着又是很严肃啊 那有的乌企贤有一次 请我去听他的演唱会 他也忘了说他有送过票 然后我就买了一束花上台去送给他 他以前上我的广播节目嘛 所有歌星 四大天王 四小天王 都上过我中广歌星之歌的节目 我是早上八点钟播的 我出外宣为侨胞 侨胞都跟我讲 我年轻的时候都不听你的广播 然后我就知道第一段广告 我今天还没出门的话 我今天一定会迟到 我一定打卡 没办法打卡了 你第二段广告播出 我还没有出门 有的人说那我今天死定了 因为我们广告进的时间都是15分 30分 就固定的时间 我们都是听 还有人跟我讲说 我以前都是听你的广播 我是听你广播长大的 广告姐很好奇 那你在主持广播节目的时候 你也会胜壮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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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跟刘德华啊 张学友啊 黎明啊 郭富城啊 跟他们拍照的时候 我像个老阿嬷 不是像老阿嬷 我没有 没有settle头发 因为早上八点的节目嘛 可是那些国际巨星要来的时候 你没有赶快settle一下 我没有想到跟他们拍照 我想说广播没有人看到我啊 我就是最普通的一个装扮 我觉得发型非常重要 我那个时候其实 只是口红没有 我今天有戴假睫毛 这是上电视啊 我平常是不戴假睫毛 那我做广播 我觉得不需要特别装扮 所以服装还是差不多啦 就是这些首饰什么 我就没戴 然后装淡一点 口红没这么红 然后我去上广播 也没有settle头发 然后巨星来了 好吧 我就跟他们拍一张照 所以我后来留的照片 我都坐在我唱卡拉OK的USB里头 把歌曲 他们帮我把我的照片放在音乐袋里头 所以我在这边唱的时候 有我的画面 有我的照片 他们就会看 哦 刘大华 哦 佳玄勇 哎 那是郭富城 这样 很多明星 我都放在我自己的USB里头 所以我那个时候 头发扁扁的 看起来 他们说 你怎么现在看起来 比那个时候还年轻呢 听说你的头发 是不是每天都自己弄的啊 我们出国宣慧侨胞 也需要自己弄 所以我会把它卷起来吹 我自己会 我的造型师 美法师还跟我讲说 哎 侯与芬 你哪天没有节目做了 你可以开一家美容院 要不然你来我这边做 你卷头发 比我们这边的妹妹卷的都好 我以为今天采访是 你先去salon店弄的 没有没有 我自己弄 哇 嗯 那 你刚刚说 我看起来这么年轻 就是我制作人讲的 我没年轻过 但是我现在较七十了 我也不觉得我是七十岁 我跟每个人长大都 哇 真的是哇 真的 到底怎么样保养的啊 那个保养 是由内在发出来的 好抽象哦 嗯 很抽象 昨天制作人就说 侯丽芬 你还是小孩子 你还是那么年轻 她说我没有看过一个六十几岁的人 到六十几岁了才知道自己很漂亮 她说我真的没有看过一个人到六十几岁才知道自己漂亮 我不觉得我漂亮 我不觉得我漂亮 我从来都不觉得我漂亮 可是很多人说 你的气质好 你是知性美 这个我接受 也谢谢了 那我说从内心发出来的就是 我自作人说你有个好老婆 我说对啊 那个酸民老师就说 她有好多梦 你欠梦不是好多梦 你欠梦跟我先生讲 我先生说我可以娶很多老婆啊 那个老师说你不是可以娶很多 你是欠你老婆的 你这一世就是要还你老婆 所以制作人说 制作人是台式的陈钧天先生 非常有名 我的书第一篇的序就是她写的 因为她说我看过这么多的艺人 没有一个艺人像你们这一对 从年轻的时候靠两个人自己怕病 我们真的我们在一仙路买的那个房子 民国七十二年一千三百万两户 我们住的公寓两户卖掉才三百多万 我们自备要一千万 非常的辛苦 搬到那边进地下室看 我是玉蓉的车 我老公是哪一个我忘记了 还是二手车 下面全部是双B的 Benz的 Volgo的 BMW的 只有我们家是最旧的车 国产车 关键车有没有不好啊 我们很骄傲 我跟我先生都很骄傲 我们靠自己怕病 我们下要养孩子 所以我们完全是靠我们两个打拼 所以制作人说我没有看过一对夫妻 能够从以前的辛苦一直维持下来 一直到现在还不是还不是像冰箱一样的冰冻着两个人的关系 虽然是住在一个屋檐下但是各过各的生活 我们不是这样 所以我说是要从内心的开心 你内心开心 向谁心转 那我表现出来的都是开心的一面 而且我很爱笑 我本身就是一个开朗的人 我曾经问过老师 我为什么都喜欢五年六色的衣服 我不喜欢花的衣服 我喜欢素单衣颜色 但是我的柜子一打开 红黄蓝绿都是这种颜色 色彩学老师就说因为你开朗 因为你开朗所以你喜欢鲜艳的颜色 所以我想一个开朗的心 还有热心助人 而且我有一个好老公 我有一双儿女 一男一女 一个好字 我觉得我的天主 我的妈祖 对我真的是很保佑 真的是很保佑 我自从民国78年演了妈祖以后 我每一年都到松山的 那个妈祖庙去拜 过年的时候我会去拜拜 然后放给香油钱 我觉得我自从演了妈祖 民国78年 38岁以后 我觉得妈祖一直保佑我 我一直接了性教育的节目 陈云天做的 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的身体 也是陈云天做的 然后后来找我拍了妈祖 然后后来我又主持了 天天都是读书天 教国语的节目 在海外也有播 我儿子在洛杉矶上课的时候 他说别班的同学 比他好像第一班级的同学说 我刚刚在电视上看到你妈妈 我儿子说奇怪 你妈妈教国语 教国字 教发音 我们从注音符号 波波波波波开始教 我那时候教的时候还是 波波波波波 现在已经改成 波波波波 我主持了好几年 在光奇社做的 所以我自己很开心 因为大家都认同我 所以昨天我跟制作人讲 今天排列不行 那天排列 哪一天排列不行 我要到台中 我要干嘛 我干嘛 制作人说 你现在还这么忙 我真的很忙 尤其最近 我好多节目要上 然后我10月5号还要到台中去 我也拍了几个广告 然后我65岁 三年多前 将近四年前 我出了一本书 就是韩国瑜市长 很欣赏的这本书 商周帮我出的 叫《侯利芳的一万个春天》 因为他说这本书很正像 本来是我65岁 我老公要送我的礼物 说65岁 我给你出一本书 我说我没有时间写 我说你请人写你口述 我讲了超过半年 每个礼拜讲一天 甚至于半夜 两个人还在打电话 而且我的这位笔者 非常用心 同一件事情 他会问我女儿 有关儿子的 他会问我儿子 我儿子从美国回来的时候 他会问他 然后另外 他会自己打电话 给我老公求证 所以我这本书真的是 我们本来要自己出 花三十几万 结果这位笔者 没有经过我们同意 我们也不知道 他就把他三篇文章 直接寄给商周 他本来想说试试看吧 就没想到商周 就打电话给他说 我们要借伍利芳 你帮我联络一下好吗 就我跟我先去谈 他说你的这个书太正向 很阳光很正面 给人正能量 我这本书里面 谈到了夫妻的相处 亲子教育 公婆的相处 父母公婆的相处 还有家庭教育 甚至于家里的财务 该怎么样来管理 夫妻之间该怎么样 经营你的家庭 什么都谈到了 所以大家都说非常好 所以我出完书 到现在还有很多地方 请我去演讲 我在北科大的校图会 也有演讲 还有北科大的NBA 也请我去演讲 还有台中的领东商专 也请我去演讲 那当然其他地方 我就不必提了 这都是最近 他们都在找我 所以我也到处去演讲 立峰姐是不是在三年前 也有出过一本书 就是侯立峰的《一万个春天》 也有一本是关于 演艺圈的潜规则 里面有提到 演艺圈的潜规则 对 可以帮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那大家去买我的书嘛 天商都买啊 或者是直接跟我讲 我帮你们买哪怕车 这里面我有提到 在当时有很多的 很多的人采访 也要我上节目谈这一段 在早期演艺圈就有所谓的这个潜规则 是民国其实一直都有 我觉得我相信现在还是有 民国六十几年 我在做主持人的时候 像我这么正派的人 人家记者看到我 你好掉头就走了 我当时常常在想 我问我男朋友 就是我后来的老公 我问他 我说 我是不是很惹人厌啊 我老公说 你怎么会这样讲 我说为什么那些记者 看到我跟我打个招 笑一笑就走了 没有一个记者 要跟我聊聊天 没有一个记者 要报道我的事 我当时真的 我觉得 人家说你红 我从来没觉得我红过 我真的没觉得我红过 你说潜规则 有一个大老板 说要找我拍广告 那我刚好做 那个房地产的一个节目 叫黄金屋 那时候在华市 我在华市主持 然后他们公司的A1 跑广告的A1 是我的学弟 他说学姐 我有个客户 想请你拍广告 礼拜四晚上到 统一饭店 一楼的咖啡shop 他说我们谈一下好吗 客户说要给你进了面 我说哦好啊 那时候男朋友 就是现在老公 他说我陪你去 我说不要 我自己去就好了 我说那个公开场合 不用担心 他说那我有个同学 刚好在统一的后面 我给你留他家的电话 那时候也没有手机 民国六十几年 后来我就去 去了以后呢 我一进去 哎呦 怎么一看桌子的人 他坐第一个位置 我坐旁边 后来一坐下来 他说你要喝什么 侯鸭姐 我不敢喝 然后你要吃什么 我说我吃过了 我哪敢吃啊 我哪敢吃喝啊 楼上就是房间 全部都一桌子都是他的人 万一把我迷昏了 我怎么办啊 所以我 我点了一杯饮料 但是我都没有喝 然后我就说 某某老板 你 你不是要拍广告吗 那你给我看一下脚本 好不好 他说再说再说 我一听再说 完蛋了 可能被我男朋友猜中了 真的是有问题 后来他就从桌子底下 就拿了一包 这么大一包的牛皮纸袋 那时候没有千元 都是百元 这么大一包 就我们两个座本一想到 你挫 挫 我的腿 就挫 我的腿 我说干嘛 我一看 他说这个见面你 就放在我腿上 这见面你 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你想要什么 你去买 你自己去买 我当时就跟他翻脸 我说老板 我是来拍广告 跟你谈拍广告 你如果不拍 对不起 我就走了 我从桌子底下把那包钱往桌上一放 所有人的目光全部 集中到我前面 你想这个侯立方怎么会变魔术啊 桌子底下来放上来一大包 什么东西 拿到皮包我就出去了 然后我的学弟 追出来 我说你搞什么鬼啊 我说不是要拍广告吗 他说我也不知道耶 我说你太过分了 他骂一顿 我到后面去找我男朋友 我说他妈那时候起过车 带着我 你看妈 我跟你讲妈 你就发 就不是拍广告 为什么要约七点 我说人家住台南啊 开车那时候连高速公路都没有 人家开车来到台北也就五六点啊 就顺便请吃晚饭啊 他说我就跟你讲有问题 你就不听我 我说我怎么知道 我那时候很羞愧 又很懊恼 我觉得开玩笑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 后来第二天就录他们节目 大早九点钟进棚 我才不管他 我照样化了妆去 我心想 你要我主持 我就主持 你不要我主持 我走人 我那时候在华士 一个礼拜五六个节目 没关系 我不在意你 好来我去 他们还是叫我路拉 路拉我又看到我那个学弟了 我学弟我出来了 我奇怪了 你还敢来吗 他说不是 那个老板叫我跟你谈一谈 只要你愿意跟他 你要做大明星 大歌星 大拍电影 他绝对负责把你捧红 只要你跟他 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这么正派的一个人也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后来出去各地在我年轻的时候就他们学校都有请我去演讲 我本来想讲这个事 因为年轻人很憧憬这个演艺圈 我说我要讲 那时候我结婚我老公说你不要讲 太丢脸了 你身上都会发生这种事 那人家想演艺圈有多危险啊 多可怕 我说亲者自亲 但是我年轻的时候真的不敢讲 我后来年纪大 稍长四五十岁我才开始讲 真的有 我曾经看到一个歌星 他是一个大的公司 我们都会用到他们公司的产品 大的产 大的公司的董事长老板 他的小三 那他只要上节目 他是歌星 只要他上节目 他一定要带他们的广告上 没有广告他就没办法上节目 这是大家都知道公开的事实 然后他去台湾做秀 然后他妈妈陪他 这个大老板的黑头车一来 他妈妈立刻回台北 就让大老板跟他 真的很多艺人都是这样 很多艺人是很多歌星 我当时都看不清楚 我当时都看不清楚 像孔来勋孔姐就常说 伯利芳啊 你为什么命这么好 你为什么会嫁到一个好老公 我说大概我很孝顺 大概我人好 我说而且我会选人 因为我觉得交朋友要深交 不是素食婚姻 你要深入交往 你要看看他身边的 他的朋友 物以类聚 我们常常讲 此场相近 你看他的朋友是怎么样 大概他这个人就是怎么样的人 像我妈妈以前讲说 不要到男朋友的家里面 男生的家里面 女孩子要有自己的矜持 但是我觉得不对了 我们应该不定时的到男朋友家 看看他家里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一去他们家 我先生 我公公是公务员 我婆婆没有上班 我一去他家 我看他们家 不是约好的 我看他们家 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 然后吃完饭 在他房间 然后我坐在他的床边 他坐在书桌的椅子上 他就打开抽屉要拿东西 我一看 他的抽屉东西放得整整齐齐 哇 我觉得他放比我还整齐 然后他又很爱干净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还不错 然后我们交往的七年 真的是我知道他的为人 他是个很上进的年轻人 很有为 然后有爱心 他爱动物 他也爱小孩子 我想这样的男生 应该是不错 可以嫁了这样子 可以 又不抽烟 他们家每天晚餐 会喝点小酒 所以我现在呢 只要我空下来 我一个礼拜大概会做 两三天的晚餐 都自己做 那时候我先生做生意的时候 我常常他要请一些重要的人士 他们都要来我们家吃饭 那我自己在家做 我可以做整座的酒席 我的书里面有提到 我常做的一些菜 那大家都很开心说 啊好立方耶 明星做菜给我们吃 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很开心 那你提到演艺圈的潜规则 真的是这样 所以昨天制作人也跟我老公讲 他说 侯立方就是因为有你这个老公 天塌下来都有老公顶着 我老公不会让我受罪 不会让我吃苦 处处都以我的选择为优先 我自己也觉得我很好命 我就只负责炒炒菜 那洗碗跟洗菜 因为我有富贵手 医生说你不要洗 你有权告诉你先生 你先生做或你女儿做 或者我们一个礼拜请一次的打扫的人 来我家里打扫 所以我觉得我日子过得很悠闲 悠哉悠哉 那心情很愉快 然后我每一两个礼拜就去保养一次脸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皮肤 我以前鼻子还长黑头粉刺 因为我做杏仁酸的保养 然后我的粉刺都没了 毛孔也变细小了 我现在的脸上皮肤 要比我小姐的时候还好 我小姐的时候蜡蜡蜡蜡 每天化了浓妆 有时候出外景 我的事太多了 但是现在我知道要爱我自己 老了你也需要保养 所以只要我出来 哪怕是我到医院去做复健 我都会稍微一点点单装 擦个口红 淡淡的口红 穿个短裤 因为我要做膝盖 肛关节这边的保养 所以我都会很注意 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 不是亮丽 而是干净 让人觉得你这个人很适合跟人亲近 他们就说我在这里 没认对我都很好 刚刚好几个人找我拍照 真的喔 在这边唱的歌有 大家都非常开心 对 有的我不认得 今天找我拍照 有一个90岁的老妈妈 上次她来 这次就说 好高兴啊 我特别留两颗巧克力 这要给你 这是瑞士的哦 你不要给别人吃 我给你 然后我再给你拍一张照 然后她的歌也要给我唱 那另外几位是我不认得的 每一个人都要来跟我拍照 然后那个老妈妈就跟我讲 好 这几个朋友也跟你拍照 他们说你好 平易近人哦 我真的 我就是我一点价值都没有 我觉得不需要 我觉得你是什么身份 你是什么样的 年龄 就做什么样的打扮 但是这句有一个问号 我是什么身份 我知道我现在是退休的 一般老百姓 所以我照样坐公车 我照样坐捷运 我在公车上 曾经有一个小姐坐我旁边 说你是猴力发 我说对 我可以给你拍个照吗 我说公车上怎么拍 自拍呀 她就把 我说好 她就把手机拿出来 我看她弄半天 我说你会自拍吗 我不会耶 所以我帮你弄 我也跟她拍了个自拍 我下了公车 后面追的人就来说 你是猴力发 我给你拍一个照好吧 我说好 然后我们自拍 我说好 刚好来了一个妈妈 那妈妈说 我帮你们照 你是猴力发 好 那我帮你们照 照完以后 你也跟我照一张吧 我说好 我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你是什么身份 就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现在就是一个老百姓 在菜市场看得到我 在地摊上也看得到我 我也会吃地摊 这个外面的 路边摊的小吃 路边摊的小吃 陈洛小吃 陈洛小吃 我忘了应该怎么讲 我演了妈祖演了六年 但是妈祖讲的话是 比较正式的古语的台语 所以当时那个导演说 妈祖 你比较大 我越讲越小声 因为在那个妈祖庙 在乌日 那妈祖庙 好热的天气 38度 我要穿着妈祖的衣服 带着三斤重的 那个妈祖头冠 六年 六年 然后那个热到 所有的当地的居民 都围着那个妈祖庙来看我拍戏 我那个汗 从在身上这样滚下来 我自己都知道 我有个好处 我脸上比较不太会流汗 还是录 但是我觉得台语很难讲 我又不是很会讲 我就越讲越小声 然后对他导演说 卡 妈祖 卡大声 我说好 然后又录了一段 来来来 妈祖 这边盖一下 我说 导演 你不可以盖 他说有什么 我说 我一定背好 你盖我就乱了 不可以盖 我不能让导演盖我的话 有一次他硬要盖 他说这边一定要盖 我说好 你让我时间 我好好练 结果呢 盖完以后 连导演都不知道 那句台语该怎么说 那句台语该怎么说 因为妈祖说的是古语 不是一般的台语 所以我的台语 露 我刚刚就一直在想露 我刚刚就一直在想露 我刚刚怎么说 我就是在路边贪污的感知 所以我觉得是什么时候 你就做什么样的事 我不会高高在上 我现在就是一般的市民 我跟大家都一样 那所以他们都说 我好平易近年 我不会摆架子 因为我在演艺圈 就讨厌摆架子的一个心 讨厌摆架子的艺人 有很多艺人 就是出来到外面 永远是觉得自己是高人一等 高高在上 你要喊他一下 他想瞄你一眼 我觉得何必呢 人家喊你 就是人家很喜欢你 我觉得我被人家认出来 我很高兴的 我到荣总去做检查 连检查的那个检查师 那个医生 一个女医师 好年轻 三十出头 他就说 其实我认识你 我说你知道 我看你名字我就知道 我看你人我就知道是你 我再看你名字就确认 他说 我们这边打草的欧巴桑 都会大叫 他有一次有个歌星来 人家已经戴了帽子 已经戴了口罩了 就是不想让你们认识 欧巴桑看到 你是那个这一天 就大叫 他说我就过去跟他讲 你不要叫 人家只是来做健康检查 你干嘛在那边大叫 然后这个医生就讲 后来我就说对呀 他说我看你都没有架子 我说干嘛要有架子 我最不喜欢改架子的人 后来他帮我照完了以后 他就说 那我可以跟你拍一张照吗 我说可以呀 就他也给我拍了一张照 他说我回去给我妈妈看 她是三十岁左右 跟我女儿差不多 他说我要回去给我妈看 好多人都说 我妈妈爸爸是你的粉丝 我经常在路上会碰到这东西 我在医院 尤其碰到很多人都这样讲 那每次我经过的时候 你还会说 嘿嘿嘿 嘿好了好 那有的人会说 你是那个那个那个 我记不起来了 你就是那个艺人 我说我以前是节目主持人 好地方 对啦对啦 你就是佛立方啦 我这样讲 我说是啦 我就是演妈做的佛立方啦 就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是有些也可能也会不好意思 对不好意思的就看一下就跌了头 然后有的就踩踩隔壁 嘿 你看看看看 那是侯一发 前天我跟我老公在我们家附近一个四川馆吃饭 我们坐靠窗边 他们一家里 他一过来 看到我 妈就转过头去跟他爸妈讲 那我就假装不知道 就吃我的饭 他们坐我后面 所以其实你都知道 我其实都知道 后来我们出来了 吃饭出来了 我老公接了仗出来就跟我讲 你一站起来 他们所有人都注视你 我说你说的是那一桌 他说对呀 每个人都站起来看 眼睛都看到你站起来 我说刚刚在窗子里面 他们就讲 我知道他们好像是看出我来 我在那边也遇到寇时讯 所以现在那个观众朋友们 其实立方姐都知道 如果在桌上看到你的话 是不是可以跟你 拍个招啊 拍个招呼啊 嗨 我的人说我要喊你侯姐 还是喊你侯小姐 我说都不用 你直接喊我侯立方就好 他说可是我们比较 你侯小这样会不会不礼貌 我说没有关系 因为大家也习惯 诶那侯立方 诶那个是侯立方 这样 立方姐我觉得大概 为什么观众有些人 会觉得会有一种距离感 因为可能是你就是一个 很正向很知性的一个角色 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一个 有一种距离感的那种感觉 觉得我好严肃 但是今天这样访问 哇 其实立方姐真的非常亲密 很亲切 而且又很爱笑 有人讲说我好亲密 我听到我自己就大笑起来 我说亲密 我又不是什么总统 什么大官 怎么会说我亲密 真的很多人跟我讲说 你好亲密哦 就一般民众会觉得说 哇 你是演艺圈的这个很红的这个明星啊 大家会有一种距离感 就不敢跟我打招呼 对 那有的人就会微微的笑一笑 其实我还很想跟他讲 你要拍照我跟你拍 哈哈哈哈 自己cue 哈哈哈哈 真的是这样 我们去 我大概前后从民国七十年到现在 大概有八九次代表中华民国到欧美 到东南亚去宣威侨胞 都是我主持 然后那侨胞们除了说我年轻的时候 读大学的时候 都听你的中广歌星之歌节目之外 另外就说哎呀 你装扮起来好像芭比娃娃哦 因为我都穿了个大胸裙 因为有肚子嘛 肚子秃秃了 穿个大胸裙 然后头发这样翘起来 头发这样翘起来 他们就说哎呀芭比娃娃 我那天从青岛回来 我们坐船 我就穿这件衣服 然后呢我就这样 因为这个件衣服应该拉起来 拍会比较好看 我就这样子拍了一张 结果有一个朋友跟我讲 也不是很熟的朋友 他传来说虎姐好漂亮 我女儿说将来他就要穿这样子的衣服 哈哈哈哈 他女儿才小学 他穿这样子的衣服 哈哈哈哈 今天非常开心 我们会到立方街 谢谢 下午的这个专访最后 是不是10月10号当天有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我们很开心的是 在双十节的时候 下午2点钟 他们有一乐队的表演 然后3点钟吧 在喷水池前面 在喷水池前面我们有一个广场的演唱会 就是我爱中华民国 我爱国旗的演唱会 我们一共做了三年了 今年是第四年 我们从民国六十四年 民国九十四 民国一百零四年 一百零五年 一百零六年 不不不不一百零五年开始 你看我数字多差 我知道我做了三年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今年一百零八 今年是第四年 我们很开心的是 等一下我给你看张照片 是今年我们特别请了 主办单位特别请保全公司 因为现场要维安人员 那因为我先生是天鹰保全的创办人 虽然现在公司已经卖给别人 但是因为是侯先生 他说我们本来要退出股权股份还 让给他们 他说因为都姓侯 侯姜的姐姐一定要留在公司 所以我们还持有股票 所以我们还是公司的一员 那我先生这个天鹰保全 很荣幸的是民国七十八年 那个时候是关中跟宋楚瑜 号召爱国青年出来 我们到大陆去交往 然后访问在民国七十八年 在喷水池前面 我们做了一个活动 国民党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跟 我们天鹰保全的保全员 拍的合照 那个时候我先生是说 我们义务来帮国民党 所以我们全部的保全员出列 那天全部免费 但是现在呢是因为是另外一位先生 董事长那我先生也跟董事长讲 说可不可以也支援我们 但是我们付钱 可是我们双十节 今年第四年 完全都是有一位宋先生 一个人出钱 他说我就是要做 我爱中华民国我爱国旗 这样的一个怀念金曲的演唱会 要让那个比较偏蓝的朋友 或者中间的朋友 大家一起来欢乐双十建国 这是我们的双十建国日 所以我们要庆祝 因为绿营不让我们庆祝 我们自己来庆祝 今年第四年 欢迎所有的朋友 到十月十号下午三点 到国富监管喷水池前面 我们会排椅子 下雨的话 我们还会给大家 透明的白色的雨衣 你不知道那些观众多热情 大家都说 那明年见 我会跟他下次再见 因为我不敢讲明年有没有啊 我每次都下次再见 所有的人都用脑台前 好下见 明年见 明年见 明年有没有 我说不晓得 国富监管会不会给我们用 每一年都是未知数 本来今年不做了 因为国富监管不出戒 因为国富监管是属于利盈的 利盈不给我们 结果我们好像国民党里面 有几个人 也是委员会里面的委员之一 国富监管里面的 我不知道我是听说啦 不敢确定 说他们说 还是 还是借给 这一群人吧 这一群 蓝颖的人吧 那所以今年 九月 这个月初才告诉我们说 可以借给我们 有一年我们舞台上 那个制作人 就是陈俊天先生 做了一座 保力龙的 做的 做的那个 蒋公 北伐时候 骑着马的那个英姿 在我们台上 10月9号还好 10月10号的早上 就发觉 有不当人士 把我们的马 还有蒋公 身上全部 喷了白气 撒了白气 真的很气 做这个节目 也真的很辛苦 我们制作人有很多 临时的idea 临时的想法 还有他们喷我们漆的 气氛填膺的话 当天早上写给我 下午2点了 我就要上台讲 然后他的稿子都是 前一天晚上才给我 我真的压力好大 我真的压力很大 我说制作 我现在老了 我年轻的时候跟你做节目 是今天中午近捧 到后天下午触碰 都没办法睡觉 48个小时 哇 要睡就是 他写稿子的时候 你躺在旁边的地毯上 榻榻咪上 咪咪咪 一个知名主持人这样子 对 直接窝在那边睡一下 他的衣服就拿着毯子 就窝在旁边睡一下 等他稿子写好了 猴姐猴姐 起来了 那个稿子拿在手上 还热腾腾的 我就赶快背 换方式就赶快帮我补妆 我就赶快背背背 好了一丢狗 马上 就这样 好辛苦哦 做成童年的节目是非常的好 台式所有大型节目的他 包括蒋经国 520就职典里 还有双十双十 台式20周年特别节目 还有台式跨年的节目 都是我主持都是他制作 做他节目非常非常的辛苦 但是我愿意因为他的内容非常好 他的点子很多 然后他的脚本会跟着你的歌曲 跟着年代来进行 我去年是最辛苦的一年 前一天晚上给我 还有没有写完的 到第二天早上5点多 我已经没办法 我睡得跟死人一样 我的老公听到我的手机响了 他起来把我的手机的稿子 转到他手机里 再转到电脑里 然后再帮我放大 因为有老花言了 就帮我放大 然后我早上起来 有港汉北 然后下午2点半就准备上台 而且那个剧本里面 他告诉我 这一段欢乐 这一段激昂 这一段愤怒 下一段再开心 好折腾 真的很折腾 有情绪转的 情绪没有问题 我情绪绝对没问题 我会跟着这个话走 但是我要把每一段的话记清楚 哪一段话先讲 哪一段接着讲 哪一段接着还要讲 我去电视台录音 我发觉现在组织人真好当 全部都有读稿机 真的 连资深我们综艺大姐大 都有大字报在前面 多少个助理在前面 拿这一张纸 拿那一张纸 拿这个黑白来写 你要问什么 问什么 我们以前全部是自己要记在脑子里 我要问歌星什么什么 我在问这一题 他在打我 一面听我一面要想 我下面要问他什么 我们以前全部都要自己背起来 要把它消化 消化 吸收 然后贯通了以后 再用自己的语言讲出去 所以今年本来说 租不到场地 我跟制作者昨天跟他讲说 其实你说今年租不到场地 我其实内心有一点窃窃自喜 因为我不用再背你那个很辛苦的稿子 我压力太大 我说陈大哥 我现在已经六十多块七十的人了 你钱一碗给我 我记性不好怎么办 我说丢脸的是我 他说你逼八十几岁的老人家 你再逼我也没有用 我就是要当天才会有灵感来 所以地方姐当天在十月十号就是 下午三点钟喷水池现场 主持 我是主持 但是我也必须要唱一首歌 我唱一首歌然后我要主持 我们请了十几位歌星 那大家可以免费的来现场 来参与这一场怀念金曲 都是大家熟悉的歌 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唱 还有 我要请了一位特别来宾 哦 是谁 还要先预告大家 今年杨宴王昭君也会唱给你们听 哇 他从纽约赶回来 那另外我请了一位特别来宾 是谁呢 我就先卖个关子喽 商食节下午三点钟 我们国父纪念馆喷水池前面 我爱中华民国 我爱国旗 晴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这一场怀念金曲演唱会 欢迎大家来参加 谢谢玉芳姐 谢谢 想要看妈祖的人 大家比较欣赏 去找你哦 是 谢谢 谢谢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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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